各位宽客界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盈亏比 4比1的策略的一些特性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理论 这里面我们讲的盈亏比 就是平均盈利除于平均亏损 而不是总盈利除于总亏损 平常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一般说的盈亏比 也就是平均盈利除于平均亏损 我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一个策略 赚钱的这部分的头寸 那么比如说每次的盈利是3000块钱 那么亏钱的部分头寸 每次亏损是1000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盈亏比 就应该是3000除于1000等于3 盈亏比的一般范围 就是平均 通常我们用的策略 平均盈利除于平均亏损 一般都在2左右 那么低于1.5 我认为是属于一个盈亏比 偏低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CTA策略的话 就要比较谨慎的使用了 我认为如果是平均盈利除于平均亏损 大于等于3的话 就应该属于一个不错的盈亏比这样的一个范畴 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比较有优势的 就是在盈亏比上面 这个策略应该是比较有优势的 下面是我的一个截图 这个是TB上的上面的一个截图 那么我这个策略显示 平均盈利除于平均亏损 大概是4点多 然后大家看到就是上方 这个是一个股指策略 平均盈利大概是2万7 平均亏损大概是5千7 那么2万7除于5千7 大概的一个数值就是4.8左右 然后盈亏比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盈亏比高的一些策略 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第一个特点是 就是单比盈利大 相对单比亏损小 也就是说它赚一次钱 其实是可以抵御多次亏损的利润回吐的 下面我们以这个沪生300估值期货 指数测试的案例为例吧 比如说这个策略 它一次赚2万7 然后呢一次亏5千7 也就是说它如果赚一次 那么它可以承受4.8次的亏损 比如说赚了一次以后 那么可能接下来几次都是亏的 亏4.8次 它还是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 一个盈亏平衡 那么第一盈亏比策略 它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 有些策略盈亏比很高 会看到就是有时候会连续割漏 然后呢 赚一次就把前面割漏的这个钱 给它都赚回来了 这就是高盈亏比策略的一个特性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高盈亏比策略的下一个特点 高盈亏比策略 因为盈亏比往往是跟胜率呈反向关系的 所以呢 高盈亏比的策略胜率往往偏小 这样的话交易起来 有时候会比较难熬 割漏的次数会比较多 我们经常看到就是高盈亏比的策略 可能就是一直在 就是在短幅震荡的时候 一直在亏损 然后靠一次大行情 大级别行情把这个亏损的 这个资金给它拉回来 但在交易的 虽然说赚起来的时候很爽 但是呢 如果连续的亏损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交易的时候 还是看交易日嘛 那么连续的亏损 会带来连续的交易日的亏损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难熬的 那么我们还是看那个策略的一个情况 这边显示就是 它的盈利比例只有26% 也就是说 它就是赚钱的概率 就是交易日赚钱的概率只有26% 大部分时候都在承受这样子一个亏损 所以说高盈亏比策略的 应该说一个缺点吧 就是说胜率往往偏小 那么格漏的次数 还有日交易的一个亏损的 一个概率就比较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高盈亏比策略的下一个特点 高盈亏比策略呢 虽然说胜率偏小 交易起来比较难熬 然后连续盈利的次数也比较小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当中发现一些规律 然后合理的利用这些规律 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这样一个图 就是曾经出现过连续盈利最多的 这个策略曾经出现过连续盈利 次数最多的只有两次 但是呢连续亏损 曾经出现的最大的次数 却有12次 那么我们怎么样更好的使用这个策略呢 其实就可以趁这个策略连续亏损的时候 给他把这个策略挂上去 希望不要在这个策略连续盈利的时候 把这个策略挂上去 因为你连续盈利了以后 很可能接下来遇到的就是连续亏损了 那么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这个数据啊 这个我是从10年开始测试的 那么历史上连续亏损9次的 这种情况有5次 连续亏损10次的情况有4次 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在他连续亏损 7次以上的时候 把这个策略给他挂上去 后面承受就是连续亏损的概率就越来越小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算出来 因为也可以算出来 大概能承受多少风险 然后接下来最大可能会承受多少风险 但历史不代表未来啊 所以说最终是多少风险 其实算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预估 因为历史上连续12次亏损只出现一次嘛 那你7到12次的话 就是大概是5到6次的这样的一个亏损次数嘛 然后你把5到6次乘一个5000到6000 这样就能得到你最大 也许在一定范围内的一个亏损的最大数额 那么这里面心里面就相对比较有底了 其实这种类型的策略呢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试错的激励在里面 掌握一定规律的话 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很好的应用这个策略的 那这种类型的策略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就是 偶尔上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连续出错的时候 那么突然上去 然后就能赚 也许就能赚一笔大的 然后连续引力多两三次以后呢 你又可以把它撤下来 等它又把风险释放了 也就是说它不断试错的一个风险释放了以后呢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策略重新上上去 好了 关于就是高盈亏比策略的理论部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呢 我将给大家讲具体的一个代码跟应用 谢谢大家